招呼风景区面积有16平方公里 位于古坑乡招呼村 北边是清水溪 南边是本县的最高峰大尖山 高山环抱 山年水秀 保有原始风貌 看了这一原寸的美景 一定让您感到不虚此行 千年神木 此树高有20公尺 树为7公尺 枝叶茂盛非常高大 巨仙大石 幽谷东边的巨石 上面平坦 溪水沿着大石飞泻而下 一层层原始相重叠 像是神仙聚会的场所 爬上大石如临相近 三寸幽灵 在水波石所组成的河床上 有三只小瀑布相互呼应 神仙沐浴池 在一层层岩石环道下 绿水橙池 清澈冰凉 地势隐秘 有神秘感 江湖山 海拔859公尺 是徒步东山健身的好地方 龙凤瀑布 天长瀑布 地久瀑布 长青瀑布 以上四个瀑布的高度 大约在三十公尺至四十公尺之间 步步分泻如白裂 水淹茫茫 气象万千 联宝石 在一百公尺高的巨岩平面上 叠放着三个六公尺高的四方形巨石 形状像联宝 是天然奇景 长桥探幽 钢筋玉立桥横跨在清水溪上 站在桥上 可以仰视翠岩风光 俯瞰深谷地水 有飘飘欲鲜的感觉 清水优美谷 是一个遍地都是绵延岩石的河床 山色幽幽 流水丛丛 跌十五公尺高 甘泉涌泻 两岸奇岩过时 正是人间奇景 深海关 海拔八百公尺 早晨看日出晨熙 晚上跳日落晚霞 云海霞光 美不声声 令人浑身舒畅 宝岛池 岩石下有一个水池 深十公尺 宽二十多公尺 形状向台湾导导 水池清澈 使人心旷神怡 蛇皇宫 在岩石壁下 有一口径一百五十公分的大洞 四周布满其时 洞内阴气森森 据说洞内有大蛇 没有人敢进去 招呼风景区 除了上面介绍的石榴井外 尚有历史悠久的贝壳化石 最近成为专家研究的重点 以兴未尽 下回再来畅游更美的风景区吧 请继续